9.8大樓集合 9.8大樓集合 9.8講堂上課啦 这里是9.8新闻台 FM98.1 欢迎收听9.8讲堂 我是名传大学历史老师 洛芬美 我今天要在节目中 跟各位听众分享的主题是 鸦片的克星 杜聪明医师 我们谈了鸦片 谈了好几次了 但是我们总是想说 奇怪这个鸦片 到底都是怎么解决的 那通常在历史上面 尤其现在日本方面的历史 他们最推崇就是 那时候的民政局长 厚藤新平 但是呢实际上 真正解决台湾鸦片问题的是 台湾人自己的医生 杜聪明医师 那真的如果没有杜聪明医师 整个台湾的鸦片问题 真的是不会那么样的 就是把它解决掉 所以我今天就来介绍 这一位对台湾贡献非常大的 杜聪明医师 我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 他的生平 杜聪明医师是1893年出生 然后在1986年过世 享年是93岁 那他是台北淡水人 他在1909年的时候 就考进那时候的 这个台湾总督府的医学校 那当时他成绩很好 他是绑手 但是因为他身体真的不是很好 被评定为丙下 所以那时候这个学校方面 还不太想收他 可是那时候的那个医学校的代理校长 一个日本人叫做野村 他就坚持 他觉得说这个人其实是 一个很聪明的小孩 所以他坚持要让他入学 这就是当时杜聪明入学的状况 那他在1914年就 以第一名就从这个医学校毕业 那我们知道那时候的医生 他们大概读书 读医学院 大概就是要去当开业医师 因为比较好赚钱 可是呢 这个杜聪明医师他不愿意 他就进入了当时 总督府的这个 所属的中央研究所 就是我们现在的中研院 去认职 然后开始研究这个细菌学 尤其是这个热带地区 因为有很多的这个病菌 尤其寄生虫 他就开始研究 然后到23岁的时候 他就到日本 京都帝国大学的医学部 继续去读书 然后研究这个内儿科 后来又改去研究这个药理学 在1921年就获得 京都的这个帝国大学医学博士 这是台湾籍人士 获得这个学位的第一个人 然后之后他回来台湾之后 他就开始担任这个 当时台北医专的教授 还有中央研究院的这个 当时叫做济师 那他们是 他就创建了一个药理学的教室 开始研究中药 还有台湾的这个毒蛇 还有鸦片的这个研究 后来我们知道这个日本总督府 就任命他在一个叫做台湾更生院 那他就开始在里面 做这个鸦片瘾的这些治疗 还有研究 所以这是他当时的情形 那在这个台湾光复之后 他就担任台大医学院的院长 后来他又去创办了这个高雄医学院 所以这就是杜聪明医师的生平 这样子简单的为各位介绍一下 那我们知道这个鸦片问题 因为以前就说台湾的传说里面 就是民间就说 这个鸦片是没有办法完全戒除掉 那最主要是因为 我们知道这个一个上瘾的东西 就是在要戒断的过程里面 是非常痛苦 不管是肉体精神 就全身就会好像快死的一样 所以当时大家都说 这是没有办法戒除掉的 其实就是没有办法戒除掉 这个所谓的戒断的这一个过程 所以当时这个杜聪明医师 他当时就发现说 如果你要戒除这个鸦片 就是要想办法 把这个戒断过程的这个痛苦 能够把它克服掉的话 那就是可以 这是他当时这个研究的观察 所以他就开始对这个鸦片 开始就是非常的认真在做研究 那他在留学期间 他就就是在这个 他在1926年7月的时候 他就有去美国费城 参加了一个叫做 世界麻药的教育会议 然后他在这个会议里面 他就有发表 叫做台湾的鸦片问题 然后他当时主要是介绍 那个就是从后腾新平所推动的 这个所谓的渐进 就是渐渐的禁止的这一个政策 不过因为他去 他去参加这个会议 他就发现说 这个鸦片的这个问题 他除了影响到当时 在台湾统治的这个日本 他们在国际上的一个声望 一个评价之外 那也会影响到台湾人的 这个民族的名誉 好像大家就觉得 台湾人好像低人家一等 就是全部都在吸鸦片 所以当时他就作为这个 台湾人他就觉得 我就是要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在这个会议里面 他深深的感受到 那种就是你被人家看待的那种压力 他就想说 我这个民族要争气 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鸦片的问题 所以等到他回来台湾之后 他就开始对这个方面 开始努力的做研究 而且最主要当时就是 日本总督府方面 也对他就是很信任 然后那时候的这个鸦片 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专卖局 就是我们现在的公卖局 他们就委托他来研究 来调查 然后来研究 那因为当时的这个 台湾总督府 他们的鸦片策略 我们之前有介绍 就是说提到说 他们是要 第一个就是要采取这个 渐渐的禁止的方式 再一个呢 他们当时是这样子 就是因为你知道 那个鸦片里面 有含一种就是马飞 那你这个马飞 如果可以把它提炼出来 他还可以去卖这个马飞 就是另外一个 可以赚钱的东西 所以你那个鸦片里面呢 他要含多少的马飞 这个其实日本方面 他们是 是把它列为机密 当然呢 如果我是要让你吸 那你这个马飞量少一点 那我鸦片 我马飞就可以提炼出来 可是当时 这个是一个机密 所以其实杜聪明也不太知道 他没有发现这件事情 然后等到他开始研究的时候 他就说 他要研究一个重点 就是到底 这个日本的 这个总督府的专卖局 给台湾人民 就是他卖给台湾人民 吸的这个鸦片里面 的那个马飞含量 到底是多少 他就要突破这件事情 就到他的这个分析的结果 他发现说 其实那个里面含的 那个那个马飞量很低耶 大概只占百分之五 而且他们当时 透过这个鸦片枪啊 就是鸦片这个烟管 再吸进去的话 大概只能吸到其中的 百分之四一点二 就是量很少 所以他就发现说 其实他们如果含的这个量 不这么低的话 那应该要把它戒除掉 应该是不难 只是说吸鸦片人 他不知道 他以为我没有吸会 会不舒服 或者会 他从来没有试着说 我要不吸 那杜聪明就发现说 那个量如果那么少 其实要戒断 不是那么困难 所以这就是他 第一个就先打破说 要治疗 要戒掉是不难 这个概念 他先把它打破 那因为你知道 杜聪明因为他当时的身份 他的学位 他的学问 就是很有权威 所以当他这样一讲的时候 日本方面 总督府 因为我刚刚讲说 总督府其实对那个 他们虽然是 把它列为机密 可是当事者 其实他们也不太知道 他们也不晓得说 这个鸦片的这个阶段 其实有可能 所以当杜聪明一报告之后 他们想说 既然这样 那好像这是 就是可以试着来 让这个鸦片的阶段 开始成型 所以他们就在 1928年的12月 就公布了这个鸦片令 那当然这个 我们之前谈到 这个是有一个一些背景 因为当时这个鸦片问题 已经变成国际问题 然后全世界 已经都在注意这个问题 那你日本还不断的 要卖鸦片给台湾人民 这个就已经 日本已经当时有这个压力 所以当时这个杜聪明 一发言出来 他们就发现说 既然我们有这个国际压力 而且杜聪明又发现 这是可行的 戒掉是可行 所以他们就在1928年 就12月就发布了 这个鸦片令 这个鸦片令发布之后 当然就是说 台湾人民就开始 你必须要 要开始来戒鸦片 所以那时候 那个总督府 他们就委托了 这个杜聪明教授 就让他担任一个 就是他们去找了一个地方 叫做爱爱寮 是在今天的万华 那是一个原来 是收容乞丐的一个场所 那杜聪明他上任之后 他就把这个爱爱寮 因为这里面 因为那时候台湾到处 都是这个鸦片中毒的人 所以你要治疗 其实你要拿来当实验 很简单 随便抓都有 那而且当时这个爱爱寮 里面的人 他们本来就是像乞丐一样 那你现在让他来 而且当时他采用的方式 并不是说你立刻不可以吸鸦片 而是他供应给他另外一些 就是码非含量更低的鸦片 让他们去吸 这些人还有免费的鸦片可以吸 开心都不行了 他们就来自动说 我也要来参加 我也来参加 就很多人愿意参加 当然他的实验就更容易进行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 治疗鸦片 有两种 一种就是渐渐的静止的方式 一种就是断然静止的方式 那这两种 尤其是你渐渐静的方式 是还好 可是那个效果很差 不知道是要吸到什么时候 可能吸到死为止吧 那种就是 就是说慢慢越吸越少 这是一种 一种就是直接断掉 可是直接断掉会有什么 就是怕台湾人一直的传统想法 就是说断掉会死掉 所以呢 这个就是有这个缺点 所以你到底是 要很耗时间让他去 慢慢减少 还是说你直接断掉 然后让他死掉 两者就很困难 很难选择 所以当时杜聪明就是 如果不能是前者 那要后者吗 两个都很困难 所以杜聪明就采取的方式 就是介于两者之间去做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刚讲说 他其实已经有发现 就是说 这个鸦片的含量 所以他就采取 用一种 用医学名词来讲 就是要去抑制他的那种 迷走神经 然后呢 让他什么什么什么 交感神经之类的 然后杜聪明就发现 用一种叫做盐酸麻肥 为主要成分的 来替代鸦片烟膏 所以这种折中治疗方式的结果 就发现说 这些人 他们在禁断过程里头 不会那么痛苦 而且反而就是 真的可以把他戒掉 所以他就 这个是有一个突破 所以有这个突破之后 当时这个总督府 就让杜聪明 再到各地 就是到朝鲜 因为那时候朝鲜 也是日本的殖民地 然后到上海去调查 说他们那边 到底是什么治疗的 就他回来之后 他就发表了一个建议书 他发现说 这个因为他之前在 这个爱爱疗的治疗经验里面 他发现已经可以透过 这个调制的一些药物 然后可以达到 这个治疗鸦片的这个目的 所以跟一般社会大众 所认知的说 鸦片是不能戒掉这件事情 就刚好可以打破 所以他就建议说 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积极地来 让鸦片赢者来戒断 而且他当时 他说其实朝鲜的这个总督府 他们早就进行这个治疗了 所以相对台湾的总督府 太消极了 所以现在要怎么样地来 开始来进行 所以当时杜聪明提出了 这些建议 那总督府当然就 有认真的在考虑 所以当时在1929年的12月 就任命杜聪明 担任这个整个台湾鸦片 矫正事业的实际负责任 那当然在那个同时 就是我们上次有讲过说 就是日本本来已经就是 决定要禁断台湾人的吸鸦片 而且也委托了杜聪明 来担任这个负责任 然后却在这个时间呢 就发生了我们之前谈过 那个日本的警务局长石井 他就发表说 哎呀这个阶段的不和人道 还是要再开放一些特许的 这个证书 让他们可以继续来吸食鸦片 然后这件事情就引起了 台湾知识分子的抗议 对不对 这是我们上次有提到 那也是在这个同时呢 因为我们上次提到说 这个国际联盟要来调查 因为英国去控告说 日本人啊在台湾继续给台湾人 吸食鸦片 还有呢这个林献堂啊 还有蒋渭水他们也去控告啊 说这个日本根本没有诚意 要戒断这件事情 可是日本自己在国际联盟 又表现说不会啊 我们很表现很好啊 我们已经努力在戒断 就在这种状况之下 那国际联盟就要来调查嘛 对不对 这是我们之前谈过的 好那既然要来调查 所以总督府就有压力了 所以他们就马上公布说 我们就是有一个鸦片影的 矫正规则 然后马上成立这个 临时鸦片的这个矫正所 那以便因应这个国际联盟 他们要来调查的这个状况 那当时这个临时矫正所 就是设在中央研究所的 虐急治疗的一个单位里面 而且当时这个矫正所 他们还是由警察来管辖 因为那时候台湾是警察万能 所以这件事情 他们有鸦片警察 专门来负责 然后来取缔 然后来严格的处罚 那这一个 因为这个一来日本的 这个行政配套也做得不错 然后又加上杜聪明医师 他非常的在这方面 已经有这么深刻的研究 所以他们就在这个 临时治疗所里面 就开始做 就这个效果很好 就从1月15号开始 一直到3月28号 你看这个短短的时间 在整个这个矫正所里面的 37个病患 都通通借引成功 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 以近代医学的 这个矫正鸦片的方式 来成功的案例 这不仅是让这个日本总督府 因为你看 国际联盟要来调查 对不对 你不用调查 因为我们太成功了 那其实这是杜聪明 他的一个 就前面他的研究成果 然后加上他的决心 果真就对人类 对这个整个台湾 这个鸦片的 这个借引的成功 一个里程碑的发展 可是因为他是 临时的一个单位 后来这个调查员走了 国际联盟调查走了 不过还好 因为有了这些国际的压力 所以日本并没有 因为这个事 只是因应 只是为了应付 然后做完就没再做 没有 他在这个临时的 这个戒毒所结束之后 立刻就公布了一个 正式的一个戒毒的 这个规则 然后就开始决定一个 正常的矫正所要开幕 而且这个里面 他们就开始有了一些 一些规则 那当时他们是这样计划 就是总共这个矫正所 他们预计要收425名 那在台北 在台湾各地 他们都有设立 就是把原来有的医院 然后把他们多设了一个 矫正的这个治疗的一个科别 然后所有的治疗方式 都按照杜聪明的一个 药方配方 然后来做 那当时在台北的部分 当然主要就是由杜聪明来负责 那时候他们就是 收了一个已经停业的一个医院 然后把它改名 叫做台北更生院 那这个更生院的院长 算是一个日本人 叫夏条九马一 但是真正的局长是杜聪明 而且实际上 所有里面的负责的治疗 都是由杜聪明来担任 那他里面的医师 都是杜聪明 他们药理研究所的学生 那其实那时候 我刚刚前面讲过 那时候读医学院的人 都是要去当开业医师 你要叫他来这样的单位 做好像没有那么好赚钱 所以杜聪明还说服 总督府说 要用最高的薪水 那时候最高薪水是 一般是正常是八十元 那可是杜聪明就是说 要用一百元 这样的薪水 来聘请这些人 所以这些人 就是杜聪明的学生 那他们因为跟着杜聪明 所以也有这种研究的热情 所以就进来这里 一方面担任医师 一方面担任研究员 所以在杜聪明的带领之下 就开始了台北更生院的运作 好我们先谈到这里 休息一下广告过后 再回到酒吧新闻台 酒吧讲堂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酒吧讲堂 我是洛芬美 我今天在节目中 跟各位听众分享的主题是 鸦片的克星杜聪明医师 刚刚在前一段 我主要就是讲说 当时日本本来是应付 国际联盟的调查 然后成立了一个临时的 鸦片治疗所 可是效果非常好 所以在调查员走了之后 他们就继续的持续 这样的一个治疗 而且就成立了正式的医院 当时就是开台北更生院 那这个台北更生院的运作 就从那时候开始 那是1930年 然后甚至一直到台湾光复 他们还是持续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是一个对台湾社会 贡献非常大的事情 所以杜聪明医师 虽然在日本的统治之下 可是他心里的抱持 就是他要为台湾人来治疗 他要为台湾人解除这个 在历史上被污名化的这个 就是说台湾人只是都会吸鸦片 这样的污名 就是杜聪明医师 对台湾非常大的贡献 所以我的题目说 叫做鸦片的克星 对不对 他真的是鸦片的克星 那杜聪明当时 他除了在治疗的过程里面 他也去研究 所以总共他发表了八个报告 然后他里面 他就开始去研究说 为什么大家要吸鸦片 然后吸鸦片的人的职业 他们的教育 还有就是说他们的犯罪率 还有死亡率 就是说他要来了解 彻底来了解说 他们到底是为什么要吸鸦片 所以他就就他的研究里面 他就发现说 台湾人的吸鸦片 其实是为了减轻疾病的痛苦 不是一般人说 哎呀这些人只是闲闲没事干 这边吸鸦片 不是 是因为当时的人的这个观念里面 因为早期 台湾都是缺少这个医疗资源 而且所以就变成养成 大家觉得生病 要看医生吗 不用啊 我回家就吸一下鸦片就OK了 就慢慢就会上瘾 所以他说 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 台湾人吸食鸦片 他们是为了减轻疾病的痛苦 让这个被污名化的 这个台湾人吸鸦片的这个概念 能够稍微突破 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他就发现说 就职业来讲 他说吸食者都是比较就是 农业族群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苦力 杂工 那甚至有些就是女工 就是这些人因为教育程度比较低 那他们比较没有就是 就是生病要看医生的这种概念 只是说 在家用鸦片自行治疗这样的状况 那导师有少数那种 就是家里环境比较好 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人 因为他们拿鸦片容易嘛 那那种人导师真的会 因为要娱乐稀释 不过那种人在台湾比较少 然后在教育程度方面呢 杜丛民医师也发现说 受教育越久的人 他们染上这个鸦片 你的比例比较低 所以他认为说 如果你要戒除这个鸦片 除了是这个治疗之外 你就是要透过教育 你要让人民对 这些事物有一定的概念 譬如说 你生病了就要去看医生 你不要自己在家 用吸鸦片来解决 因为那个只是治标不治本 另外呢 就是说你除了官方 要严格禁止之外 还有你医生啊 在对这个治疗的时候 你不只是治疗他的身体 不是治疗他的鸦片 你还要宣导他 还要宣导他 所以这个杜丛民医师 特别提出说 社会教育是很重要 那另外呢 他们在这个更生院里面 在介义的过程里面 那杜丛民医师也会去找一些 学校的老师 然后来教他们读书试制 简单的一些试制教育 譬如说他们会写自己的名字 就希望说对他们未来出院以后 他们可以生活上有帮助 然后另外呢 杜丛民医师也发现说 这个吸食鸦片的人的犯罪率问题 他说大概有两至三倍 为什么 因为也许他没钱 他想要吸鸦片 所以他可能就会去怯盗 甚至去赌博 就是为了要拿钱 为了希望有钱 这是当时的情形 那另外也发现说 吸食鸦片的人的死亡率 也高很多 所以而且当时就发现说 奇怪 台湾人的这个身高 就比日本人高很多 可是因为吸鸦片 然后都很瘦 所以表示就是因为吸鸦片 造成身体的一些不好 然后也造成这个死亡率的提高 所以整个这个杜丛民 他在这个更生院的这个工作里面 他真的就是很清楚的 把整个这个 就是鸦片吸食者的这个族群的分布 还有包括说 他们到底为什么来吸食鸦片 这个部分 他们研究的非常的彻底 而且我们知道 以杜丛民医师来讲 他当时真的有一个好处 因为他一方面 就是当更生院的这个负责人 一方面他又在学校教书 他又是教授 然后他又是中研院的这个济师 所以等于是说 这几个行政单位的资源 他可以就是交互来运用 那也因为这样子 然后总督府又很信任他 然后就给他很多的资源 那再加上就是当时总督府又能够在行政上配合 譬如说我们刚刚提到说 他们会设置这个鸦片的警察 然后这鸦片警察会分布在各地 所以呢 他们就是可以 就是哪里有一些鸦片的一些人士 他们就会去取缔 那还有呢 就是你要就是去管制这些 譬如说你哪些人在卖鸦片 那哪些人是吸食鸦片者 他们会用买的人的这个记录 他们买都要记录起来 所以这样子推展起来的这个效果 就会非常好 而且当时这个杜聪明医师 他还有一个贡献 因为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警察抓一个人 说你吸食鸦片 那你怎么确定他是鸦片吸食者 对不对 就像我们现在说 我们去指控说有人吸毒 那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吸毒者 吸毒者他短时间之内 也许没什么事 可是你要怎么让他发现 那以前就是说 我把你关在这个这个警察局里面 然后等啊 就让你在那里熬啊 然后熬到你鸦片也发作 然后他就说哦对 那也许你三个小时 也许你五个小时 也许你更久一点 但是他就是 就是把你关在那里 然后耗你的时间 以便你发作 我就能够证明 那那个鸦片饮者 他也可以说 没有啊 我哪有啊 就像我们说去什么 我们现在可以用酒测子来测 那我没有吸喝酒 你怎么测得出 我是不是这个酒饮者 对不对 那所以当时杜聪明医师 就发明一个东西 就是用尿液来检查 他就说 你只要去上个厕所 那我用尿液来检查 我就知道了嘛 我就可以判定 你是不是鸦片饮者 我就确定 你要不要去矫正所矫正 那所以这一个发明 真的当时 哇 这个减 节省了这些 鸦片警察的工作量 你知道吗 他们就变得好轻松 逮到几个进来 来去上厕所 尿尿一下 咽一下 马上就出来 大家都不用在那里 劳民伤财 所以他这个方法 又简单 又有效 又有数据 又没有让人家耍赖 说你随便诬赖我 完全没有 有科学的证据 而且又有效率 所以后来你知道吗 这个方式 世界各地的警察 都纷纷采用 一直到今天 我们都用尿液检查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杜聪明 他还把这个工作 为什么能够成功 因为他有研制了一个 所谓的这个 更生院的药膳 就是药 还有药水 然后就是可以 作为一种 替代鸦片的一个方式 然后让鸦片赢者 他们可以透过 吸食这些替代的 然后慢慢慢慢 那这个方式 一直到1976年 香港政府 他们在推动 这个所谓 美砂酮的解毒计划 所用的这个 美砂酮的药水 主要成分就是 当年那个杜聪明医师 他所配置的这种 更生院的药水 所以你知道吗 这个真的是供 其实一直到今天 台湾的这个吸毒的治疗 也是用这个 美砂酮的这个解毒药 所以这个就是 杜聪明医师的这个 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而且杜聪明医师 他当时因为 他在整个这个 矫正的过程里面 他发现其实 没有很困难 所以他就 后来他就跟 日本政府提出说 可以更强制的 来戒毒 所以他在1940年的时候 他就提出了一个 鸦片吸食者 特许矫正治疗建议书 建议总督府 把建禁改为禁绝 就是说完全完全 把它禁绝掉 那这一个禁绝 让总督府就下定决心 终于决定 不再拖拖拉拉 要把这个鸦片 完全的戒处 这个时间是在1940年 好 我们先谈到这里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 酒吧新闻台 酒吧讲堂 我是洛芬美 我今天在节目中 跟各位谈的是 鸦片的克星 杜聪明一世 那因为我们通常 在历史课本里面 都说日本统治台湾之后 就戒除掉台湾人的鸦片 还有解掉台湾人的铲竹 还有剪掉台湾人的辫子 哇 他们号称是他们很了不起的 这个他们治疗台湾的成果 那但是我们这几周的介绍 这几次的这个介绍下来 那各位听众有发现说 根本日本总督府 他们在台湾的这个鸦片戒毒里面 他们做的方式 当然不能说他完全完全不行 但是呢 真正真正把鸦片戒除掉的 却是台湾人自己的医生 杜聪明一世 所以我就称他叫做鸦片的克星 那我在前面主要就是提到说 杜聪明一世 他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他就是做这个鸦片的研究 然后他也发现说 台湾几百年来 都一直说鸦片 也是不能戒除掉的 那就这个 这个杜聪明一世的研究发现 哪有根本是可以戒除 为什么 因为他去研究说 台湾人长期以来 吸食的鸦片里面 因为你知道那个鸦片 会上瘾是因为 他里面的那个 马飞的含量 那你看看那个含量有多少 所以他就发现说 台湾人其实 因为后来日本人来 他们就是制造 制作鸦片给台湾人吸 那里面的那个 马飞的那个含量是多少 那个很重要 然后杜聪明后来发现说 那个含量不高 才百分之五 而且因为他们是 透过那个鸦片管 那个鸦片烟管的吸食 进去身体的更少 所以呢 矫正起来 其实没有那么困难 但是呢 好像日本总督府 总是没有 就是没有下决心 他们可能就是说 我给你这个 这个不断的吸食好了 那我们就觉得说 你看你根本就是想要赚钱 而用鸦片 这个人家吸食鸦片的这个钱 然后来支持你总督府 就觉得太没良心了 对不对 那但是因为随着这个 时空的改变 然后鸦片问题 已经变成世界问题了 全世界 为什么变成世界问题 因为最主要是美国发现说 他们统治那个 马尼娜之后 发现哇 这个吸鸦片问题太严重了 所以他们就提到 国际回忆上 所以这就变成一种国际问题 那国际问题 国际压力一回来 哇 那你知道日本人 就超爱面子 他们觉得在国际上面 让人家觉得他是 他们是在贩卖鸦片 给他们的殖民地的人 又没面子 那怎么办 那你 人家要来调查你啊 那你就必须要想办法 做点成绩出来 那也因为在那个前后 那杜聪明医师的研究 已经出来 他也告诉这个总督府说 OK啦 其实借鸦片不是困难 我其实是有一个一个步骤 所以最开始呢 就在一个所谓的爱爱疗开始 那那个是临时的 但是在爱爱疗呢 杜聪明医师就做出了成绩出来 然后接下来就台北更生院就出来 那更生院出来之后呢 那这个杜聪明医师就把他的配方 他的药水 然后开始来 然后带着他的一群学生 开始从事这个治疗的工作 所以在这个渐渐进的这个策略底下 然后到1940年 那这个杜聪明医师就跟日本总督府建议说 我们现在要渐进 要改为进决 然后当时要开始进行的时候呢 他们就必须要 因为你要完全的进决 那你必须要再做几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把所有还在西鸦片 因为他们当时西鸦片就是有领那个特许状 那你现在要现在到杜聪明的建议 就是不要再让这些人 这个因为拿着这个特许状 继续在那边西鸦 我们现在要赶快把这个 连拿特许状的人通通要来戒断他们 那就先做健康检查 然后看看就是说 这些人的身体状况 那他们的健康状态年龄 那有没有什么什么并发症的可能 然后就用他们的身体状况 那想办法把它减量 就是让它吸的更少一点 然后呢 当然要注意他们健康 你戒断他们不是为了让他们死 是为了让他们健康 所以要健康检查 那当时的健康检查之后就发现说 当时还拿特许状在西鸦的人 有8168人 那诊断的结果发现 可以矫正的有5906人 那而且这里这8000多人里面 其实已经有108人 他们已经就是有自己尝试要去借饮了 所以表示这件事情 已经是实际成熟 你已经可以开始做 而且最主要你知道吗 这时候啊 其实已经是这个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整个这个战争的体制底下 这现在出现一个问题 因为你知道在战争时期啊 各地的伤兵就增加很多 那对这些伤兵来讲 那个压这个马飞很重要 因为他们那个受伤啊 你需要有这个 让他们止痛的这些东西 那这个马飞对他们来讲太重要了 所以呢 那个那个才是更急迫性的需要用 就是马飞来给他们止痛 那那些人要的马飞都不够量了 怎么有可能再制作一些鸦片 让台湾这些人吸食 这是一个一个当时就是整个战争的局势底下 造成国际性的马飞需求 所以变成这个能够再供应给台湾的这个鸦片的这个原料 就已经很严重的缺乏 而且你知道当时日本有一个大东亚工农圈 他们里面呢 所需要的那个那个就是因为战争的关系 需要的那个马飞非常的多 加上这个杜聪明又提出说 是可以禁止的 是可以不要让他们吸的 所以他们就开始决定说 那好 我们就尽可能越减少台湾这人吸食鸦片的量 然后也因为在这样 才造成这个整个鸦片的这个问题呢 快速的把它这个解决 所以台湾总督府是在1944年的9月 决定停止台湾鸦片膏的制造 因为不再制造鸦片膜了 鸦片膏了 所以台湾的人民就没得吸食 所以这样子就在1944年 不过那时候日本的统治也差不多结束了 所以你看在这样的话就是 台湾这个从河南时期开始吸食鸦片的这个状况 就完全的得到一个解决 不过讲到这里 当然因为我们一直在讲 好像就是杜聪明是一个人的贡献 不过我们如果再放到整个国际脉络 还有杜聪明医师的整个背景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事情能够成功 其实有几个条件来配合 当然一个条件就是杜聪明医师这个人 他的真正他真的很聪明很厉害 而且他的他的这个专长 他的领域非常的广泛 他不是针对鸦片解决鸦片 你看他自己在医学 在化学方面的这个 这个知识的丰富 还有他的学养 所以他其实在整个开始从事这个鸦片治疗之前 他已经掌握了非常这个当时世界的这个先进的技术 尤其他懂得做这个微量定量的这个分析的技术 不然他怎么知道可以 怎么去发现说 那个鸦片的里面的马菲的含量 他就是用这个叫做定量分析的方式 这是一个 再一个就是杜聪明医师的外语能力很强 所以他可以跟当时世界一流的医学家 共同的来研究 而且他可以把他的研究成果发表到世界去 所以他的外语能力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再一个呢 就是整个当时的国际环境 因为我们之前的这个跟听众的报告里面 我有谈到说这个其实那时候鸦片是世界的问题 所以大概在1920年代开始 全世界就已经这个开始在注意到鸦片成瘾的问题 当时的鸦片一个就是一种是像台湾啊 这种就是日本是制造这个鸦片 给这些上瘾的人在那里吸食 那一种就是所谓当作药用的这种麻醉 但是那个麻醉也要去克制 不然也是会上瘾 所以当时这个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里面 就非常的着力要做这个 就是反鸦片反麻醉成瘾的这个运动 就是1920年代就开始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造成就是台湾当时的反动反对人士 台湾的民意也开始这个事情 也变成台湾的这个自觉运动里面 台湾的这个民主运动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诉求 他们也开始在推动这个鸦片的这个戒毒问题 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杜聪明医师 在他的爱爱聊里面 他开始做实验性 然后他也开始可以跟政府来推动 来互通来交流 还有一个 其实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全世界像那个西方 他们所采取的方式 因为在1930年代开始 就是全世界就有吸食这个马飞跟海洛因 那他们当时他们的吸食方式 他们会用注射对不对 就注射把它注射到那个就是人体里面 然后那个含量就很高 就非常的高 那所以当时欧洲人西方人他们的研究 他们是要克服那个马飞含量更高的那种上瘾者 那台湾相对来讲 台湾因为是用吸食 那个量比较少 所以呢 这个国际间的研究跟杜聪明这边的研究 他们刚好可以互相交流 所以我们可以来讲 就是杜聪明这个研究的这个成功 我们可以归因就是他有一个天使 就是整个时间的一个国际趋势 他有一个地利 就是因为总督府也信任他 然后给他一些很好的机构 然后再一个人和就是大家配合 所以你知道吗 政府也很重要 就是你要戒除掉 你要解除掉一个就是整个社会的一些问题 不是只有靠一些学者在那边认真 你政府的决策 你政府的行政单位如果没有配合 所以我们现在台湾酒饮问题这么严重 还有人会喝酒开车 然后撞死人 政府啊拜托一下 我们除了需要有杜聪明医师的这么了不起的研究学者医师之外 政府的决心 政府的政策是最重要的 好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 谢谢收听酒吧讲堂再见 谢谢老师 老师再见 天